乘0.1-30乘0.1 因為讀文組的很多是講要讀三科嘛 讀會計嘛 對不對 當會計師啊什麼的 所以他們都會用這種情境來包裝題目 欸 我問一件事喔 55乘0.4是多少 22 很好 來 22 來 請問你 10乘0.5是多少 是不是 5 來 負30乘0.1是多少 負3 所以請問你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24 有沒有單位 有沒有寫單位 可能會被扣分 我一直提醒同學期望值是有單位的 所以呢 如果你在椅地建廠的話 你的期望值是24百萬元 可以嗎 就是2400萬元 好 那現在我們中央下結論喔 如果你是工廠的老闆 你要在假地建廠還是在椅地建廠 但是椅地喔 因為椅地的什麼東西比較高 期望值比較高嘛 對不對 所以結論是什麼 椅地 文主很愛考這種題目 因為很多人要練商科 商學院管理學院 所以他會用這種情境來包裝一下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課本教完了 我現在帶你們班的同學看課本的行題 請你翻到後面來 來 你翻到後面來喔 誒 快點快點 來一點林哥啊 不要跟妹仔聊天喔 不要跟妹仔聊天喔 不要跟妹仔聊天啊 來看我這邊啊 翻到125頁 謝謝 我要帶你們看一個我覺得很好的問題 我覺得第四題蠻值得我們班的同學來研究一下 這個第四題 給他三個讚 我帶你做喔 誒 大家一起看喔 大家一起看喔 這個題目說什麼呢 誒 我們一起看這個題目喔 他跟你說 水果店的老闆 他最近喔 剛聘了一個新進的員工 他想要對他做一個測驗 來決定他一個月可以領多少錢 這個老闆喔 他選了外型長得差不多的 黃肉還有綠肉的哈密瓜 各四顆 誒 我要發揮我的 美術專長的 黃肉哈密瓜 來 大家一起畫哈密瓜 這是黃肉哈密瓜 誒 趕快畫哈密瓜啊 我們考試就是要把它具象畫 他還有什麼哈密瓜 綠肉哈密瓜 好 你管我 我說他哈密瓜就哈密瓜 誒 有八顆啊 對吧 其實問同學一件事情 黃肉或者是綠肉 你從外型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你要怎麼樣才知道它是黃肉還綠肉 要切開啊 但是那種水果的高手 他可能可以從他的香氣 那個手感 那個重量 那個觸感 他就知道 這裡面是黃肉還是綠肉對不對 那現在要給這個員工一個測驗喔 什麼測驗你知道嗎 他說這裡有八顆哈密瓜 你從外面看起來八顆嗎 都長得一樣 有四顆是黃肉 四顆是綠肉 我要求你把這四顆黃肉哈密瓜 把它選出來 把它畫起來 要求此人從中選出 四顆黃肉哈密瓜 然後跟你做好一個約定 如果你四顆都選對 我給你三萬五的月星 誒還不錯呢 水果店三萬五算還可以的月星吧 那如果呢 你選對其中三顆 誒兩萬八啦 如果你選的比三顆還要再更少 甚至你完全都選錯 那你的薪水就剩兩萬億喔 誒其實現在薪水給兩萬億嗎 不行啊 現在最低薪資多少錢你知道嗎 22K 誒22K都不值喔 這兩萬億這違反勞基法 這其實是不可以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他有一個設定 這個人對兩種哈密瓜 沒有鑑別能力 畫起來 這個人完全分不清楚 這是什麼肉的哈密瓜 他沒有這個專長 他只是用猜的 那麼請問這個人月星的期望值 來先看我這邊 唉唉唉唉唉 請問你哈密瓜要先怎麼樣 要先編號啊 1 2 3 4 5 6 7 8 先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哈密瓜要編號 他題目又沒有說 為什麼我要編號 為什麼要編號 為什麼要編號 對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算期望值 期望值 就跟機率有關 高中的機率 全部都要當成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把它編號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畫表格喔 唉 考試請你把表格畫出來喔 唉 唉 表格的下面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寫機率啦 好不好 唉 那請問你上面要寫什麼 唉 他是求薪水的期望值啊 所以上面就寫什麼 就寫薪水就好了啊 薪水的期望值嘛 唉 那我們準備開始寫囉 請問你 他最高可以領到多少錢 多少錢 三萬五千元 然後我會建議同學喔 你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在旁邊把它註明一下 他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拿到三萬五千元 選對幾顆 四顆喔 所以你在旁邊寫一下 這個叫選對四顆 他四顆如果都選對 那他就可以領三萬五千元 我覺得這樣寫就很清楚 人家就知道說 唉 這個非常好 表達非常 就是明顯吧 就是很清楚 好 那請問你喔 選對四顆有三萬五 然後接下來是下一種情況 是選對幾顆 好 告訴我啊選對幾顆 選對三顆 欸如果你選對三顆 你的薪水沒有三萬五那麼高喔 薪水剩多少錢 多少錢 兩萬八千塊 好 然後我再問同學 他如果運氣不太好 他的薪水會剩下兩萬一 請問你 這種叫做什麼 你上面如果要寫個註解的話 你上面要寫什麼 有別人說什麼三顆以下 其實講三顆以下不對 小時候老師有教 三顆以下有沒有包含三顆 有 所以你寫三顆以下 有犯了文字上的一種 不夠精確的毛病 你這邊應該寫什麼 兩顆以下 或者說低於三顆 或者你乾脆這樣寫 就寫其他 其他的情況都是兩萬一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你就寫其他就好了 反正其他的情況就是 你只能領兩萬一 就這麼簡單 欸那開始來算機率喔 這裡有八個哈密瓜 任選四個 全部的情況是多少 講話西八取多少 西八取四喔 對啊 八顆嘛 八個不一樣的選四個出來 有這麼多種情況 可是如果他四顆都要選對 情況有幾種 欸四顆都要選對喔 都要選到黃肉的對不對 是西四取多少 西四取四喔 欸請問你 這個機率是多少 我真的很擔心 我們班有同學 到現在都還不會算西八取四 如果你到現在都還不會算 我教你 你知道西八取四怎麼算嗎 上面要寫什麼 八階 下面要寫幾階幾階 對 你這個東西如果還不會算 真的一定要想辦法弄會 然後這個四階跟這個八階 可以先約 約掉變成五 六 七 八 這樣可以嗎 然後同學你知道 這個四階其實它就是誰 一乘二 乘三乘四 這不難啊 欸請問你 四二 八 約掉 三可以跟誰約 六 約掉是二 所以請問同學 西八取四算出來到底是多少 蛤 七十 七十很好 所以請問同學這個幾率是多少 七十分之一 七十分之一 七十分之一這幾率挺低的 對不對 八顆裡面選四顆有七十種情況 你只有一種情況可以猜對 對不對 幾率不高啊 幾率不高 來 然後我們再看 猜對三顆 選對三顆這個幾率多少 西八取四 來 告訴我 三顆要選到黃肉的 所以這邊要西四取多少 講話 西四取三 然後這裡四顆要選到一顆 西四取一 來 請問這個幾率叫做 七十分之 四乘四十六 這樣寫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吧 然後我問同學喔 你看我這邊看我這邊 同學們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幾率啊 加這個幾率啊 再加這個幾率啊 來請問你 三個幾率加起來要多少 一嘛 啊我這裡偷懶 我不想算 我們直接怎麼樣 反正就加一加等於一就好 一加十六是十七 十七加多少會變七十 五十三 所以這個幾率是七十分之五十三 對不對就這樣子 考試你就把這個表格把它寫出來 然後你就準備來算期望值囉 對不對 我們來看他期望的月薪喔 欸 期望值考試你就寫一個 大寫的一 或者你寫中文都可以 薪水乘上幾率 來 三萬五千 寫清楚喔 乘上對應的幾率叫做七十分之一 十六 隔壁的老師上課怎麼那麼激動啊 你那叫叫叫叫嗎 他是怎樣 發生什麼事情啊 來 兩萬一 乘上來這是七十分之多少 五十三 你知道有時候我會怕什麼 我怕你們這個不會算 只有男的你會這個不會 欸 你知道這個零跟這個零可以 約掉一個嗎 七五三十五對不對 所以你告訴我 這裡約掉之後是多少 講話講話講話多少 蛤 多少錢 五百吧 對吧 是五百 欸 然後這裡喔 七十 來 這裡是多少 四百 四百乘十六是多少 講話 四百乘十六多少 六千四啊 你們這個最好是不會算喔 然後再來 這個七 七三二十一 所以這裡是三百 欸 這要仔細算喔 請問你 三百乘五十三是 欸不要心算好了 我覺得不要心算喔 一五九零零 一五九零零喔 這如果你害怕算錯 就慢慢算 一五九零零 好 我們加一下 這是六千九 慢慢算好 六千九 加一五九零零 來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九二十八 十二 二二八零零 兩萬兩千 八百 有沒有單位 有 單位是什麼 圓人 請問你 期望值難不難 期望值不難 把題目看懂 它就是很多塊拼圖 每個拼圖都會有個數字 有個機率 乘一乘加一加 就是答案 期望值真的可以這樣選 就是 你懂嗎 就是你只要知道 它是很多塊拼圖 你只要把那些拼圖找出來 乘一乘加一加 其實真的就可以得分了 考試就是這樣子 好 來 這一題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這題目挺好的 往後翻 我要對你翻多講幾題 翻到那個一百二十六頁 往後翻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六頁 我要帶你們再看一次那個保險的問題 請看到第七題 來這個第七題是個很好的問題 來這個題目 我們給他三個讚 我帶你做 大家一起看喔 根據資料顯示 住宅房屋發生火災的機率是0.0016 花起來 知道最近那個勤櫃失火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東西台灣的這個消防安全做的不是很好 這真的很危險 唱歌要小心 很久沒有去唱歌 金門一干很安全 金門沒有勤櫃對不對 但是金門的KTV就是同學去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 逃生的安全 來看一下喔 他說 保險公司推出 投保一年期的火險 在投保期間內 房屋如果失火 發生火災 保護可以獲得理賠金 一百萬 好不好 然後呢 你把後面他就畫起來 已知保險公司 每份保單的獲利期望值是400 你畫起來 他每一張保單他要給你賺400塊錢 長期啦 長期來講對不對 因為期望值就是一個長期的平均 那麼請問一個保護喔 他每年要繳多少保費呢 對不對 來我們就畫秒格就好了 來大家跟我一起畫 你們這個考試喔 雖然說我們就是考試 就是你還是要把它寫清楚 第一個上面就寫房屋啊 然後再來就是 金額 然後我個人的習慣 最下面都寫什麼 機率 這我個人習慣喔 這個 就好像大家都這樣寫 欸我問你喔 一個房屋 這裡有幾塊拼圖 兩塊 在這一年之內 這個房屋只有可能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叫什麼 叫做平安啊 沒有事情啊 對不對 日子就這樣平淡的過去了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但是有一種情況是這個房子怎麼樣 發生火災啊 對不對 發生火災 就兩種情況啊 平安過去了啊 不然就機會發生火災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來寫機率啦 我個人喜歡先寫機率喔 題目有講喔 發生火災的機率是0.0016 來寫上去 這個機率是0.0016 那請問你 平安的機率是多少 欸這兩個機率加起來必須是1喔 欸這兩個機率加起來必須是1喔 0.9984 好寫上去 你們會喔 0點多少 9984 對吧 機率會算嗎 可以喔 好那我們再看囉 請問你 請問你如果平安無事 保險公司會把你的什麼東西吃掉 把你的保費吃掉 那你說老師保費多少錢 不知道啊 題目要你算嘛 所以你令他叫X元 這樣可以嗎 X就是我們要算的啊 保險公司他的獲利是X啊 對不對 好然後我再問你喔 如果發生火災 保險公司要陪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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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